都说医生是最会养生的人,这话一点也不假,国家级的老中医连建伟教授,在51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全国老中医专家,这样国家级别的荣誉, 他主张自己看病不给别人现好,进步也不止让他人吃身,这样一位人品俱佳的中医是很值得别人信服的,连教授有很多关于养生的话和观点,非常值得我们学习,特别是中老年人,最需要这种有科学依据的养生方式来借鉴, 一,每日睡前15片,疏通血管不堵塞,一说到养生,大家都会劝别人去买人参,或者高方来进步,但是连建伟教授,现在已经年过花甲,身子骨依然很健康, 却号称自己从来不吃人参和高方这种食物,甚至有人找连教授开这些来食用,他都轻易不给开,除非是病人病理需要, 连教授的理念是这样的,高方往往都是依赖恶椒才能制作出来的,而恶椒我们都知道,存放的时间越长越好, 可是因为现代人都买恶椒来进补,一般的药房通常是新鲜的恶椒一到货,就用来制作高方, 这样的高方制作出来属热性食物,脾胃健康的人吃一点能补充营养, 可若是脾胃不健康的人吃了,就会有恶心呕吐等一系列不良反应, 连教授的养生习惯就是在入睡之前,吃五片单身片,单身片活血化瘀, 特别利于疏通血管,防止血管堵塞引发心脑血管疾病, 这个睡前吃单身片的习惯连教授,依然坚持五六年了, 不过它,吃的就是纯单身片,不是副方单身片,副方单身片中加了冰片, 食多了会引起肠内不适,单身,相信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一定不陌生, 这十多年来就被中医认为能够活血化瘀的良药, 更是现代社会临床医学中,防止心脑血管病的常用药, 单身紫药,味道味苦,属微含药品,是能够养血和活血的药物, 其还有防止血脚把凝聚,平衡心脏和脑部的供血, 另外还有降血压降血支支其效,尿酸高的人多吃些单身还可以降尿酸, 单身为何有如此良效?科学研究证明,单身能够改善血液循环, 还有非常明显的防止血栓形成和溶解血栓的效果, 对于缺血心肌有明显有效的保护作用, 另外还有抗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。 二、三七粉,心脑血管的护卫队,除了每晚的单身片, 连教授会在每日的晨间和晚间各吞服一次三七粉, 每次吃三克就好,三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, 并不陌生的养生品,其中附有大量的三七皂肝, 三七素,三七多糖和黄酮, 与单身共有疏通血管和降压降脂的作用, 长期服用还能增强免疫力, 两种药品搭配起来效果明显更好, 不过也不要因为腰性好就贪多服用, 如前文所说早晚各三克冲水服下, 三七除了降低血粘稠度, 预防心血管病发的作用外, 因其含有黄酮,抗氧化作用也非常明显, 长期服用还可以延转衰老, 防止老年神态过过快逼来到你身边, 三,多吃药不如过吃饭, 多吃饭不如心情好, 你吃再多的药, 也不一定比那些天天开心的人身体健康, 所谓好的,养生之道就是, 要补不如食补, 食补不如神补, 神,就是指人的精气神, 有一个宽阔的心胸, 豁达的思想, 不需要刻意养生也不能健康, 心里不健康, 吃什么药都没用, 这里有一首明星歌, 对于健康养生有很大的意义, 现在分享给大家, 希望对每个人的长寿健康都有帮助, 富贵不在钱多少, 够吃够用心情好, 样貌不再没丑论, 顺言心善是关键, 老来身边倾诉少, 健康身体是王道, 住房无论华语贫, 家人和气才重要, 老公应酬回家晚, 回家就好, 老婆劳到没完时, 顾家就好, 没有什么烦恼过不去, 看开点就好, 什么事都不要执着, 能放下能看开最好, 一生平安无危险, 平平淡淡才是真, 心要善良, 连要微笑, 他人闲事不关己, 问心无愧是自己, 意识困境没关系, 总有一天会更好, 人间万物本无关, 一切随缘是最好, 话说的再多, 也得我们自己能听进去, 看进去, 养生不是一秒钟就能完成的事,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, 为了养生吃了过多的不必要的补药, 多学学莲教授的养生之道, 即使是最简单的物品, 也有可能是养生之佳品。